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好 這裡是軍情觀察史 我是董佳耀 為大家報告和分析 一口去七天 全球最新的軍事動態 本週中的觀察消息 台灣軍方披露情報 說呢 發現最近 中國與美國的戰績 幾百下次 幾百下次 在台灣島東部的太平洋 展開激烈的追逐對峙纏鬥 台灣軍方承認 全程台軍根本插不上手 今天會有獨家的譬如 另外關注到呢 美國關注解放軍的 G20戰機殲16戰機 都已經服役超過200多架 到底美國是怎麼研判 今天會有分析 還要關注現在日本最新的動作 日本要在最接近台海的 所謂通城西南一線 部署更多的軍備 包括日本為了要增加 加兩倍的軍費呢 大力地打造更多的攻擊性的導彈 另外呢 日本打造移動的船物件 主要是針對未來介入台海 今天都有分析 還要關注一下呢 中國的軍方高層說呢 中國未來打造的 是重點是戰略威懾的武器 特別是敵人怕什麼 重點發展什麼 到底敵人怕什麼呢 今天都會分析 還要關注一下 台灣軍方的社団說呢 中國大陸一旦台海用兵 出兵的話會有九大徵兆 這幾個徵兆只要當中有三個 就是第一階段 有六個以上 就是馬上要用兵了 到底是哪九大徵兆呢 這個戰略情報今天獨家分析 不過首先看看 就最新軍情疊報 現在關注一下台海的軍情 台灣的中國時報 已受台灣軍方 主動披露一個情報說呢 最近呢 中國大陸的戰機和美軍的戰機 中美戰機呢 在台島上空 展開激烈的對峙的追逐啊 特別提到是連續三天三夜 幾百架次啊 注意是幾百架次 最大規模的 對峙追逐進逼 纏鬥較勁 台灣軍方說大為的緊張 而且異常的激烈 台灣軍方是主動披露的 中國時報的報導 特別提到呢 首先這個地點 地點是在台灣島 東部的太平洋這個上空 而且呢時間連續三天三夜啊 夜間也是激烈的進行 夜間也有纏鬥追逐 另外呢 美國軍方出動了一百架次 注意啊 美軍一百架次的戰機 而解放軍相應出動了三百多架次啊 解放軍是三百多架次 戰機當中呢 解放軍出動有戰機了 還有慢速機 還有預警機 電子偵察機 電子干擾機 還有無人機 大批次的在台海上空激烈的追逐 台灣軍方說呢 他們非常緊張 數量創下新高 而且台海的軍情呢相當的嚴峻 台灣軍方說呢 這是中美兩支淨旅啊 派出各自的大規模的戰機 在台海上空追逐對峙纏鬥 台灣軍方對於這兩支淨旅呢 根本插不上手 全程 台灣只能偵測 全程根本插不上手 台灣軍方也相當的無賴 美軍出動了大多數F-16戰機 但是在區內呢 美軍實際上是沒有F-16戰機的 更多有可能是從日本飛過來 或者是長途從夏威夷 飛到關島之後 再中轉飛到這個上空來追逐對峙的 但是這當中一定 有美軍的加油機 空中加油機大規模 給100多架次展開空中加油 而解放軍的戰機也是密集了 3倍的兵力來給予美軍壓制 美軍演練呢 當然就有長途的奔襲 有空中加油機展開長途奔襲 演練測試解放軍的反應 解放軍觸動了300多架次的戰機呢 也密集了以3比1的兵力 來壓制美軍的動作 所以說呢台海上空激烈的追逐 三天三夜 非常的不尋常 美國軍方最後呢也承認 解放軍現在的反應 包括作戰力 纏鬥力 追逐力 攻擊力 大為了提升美國也很緊張 台灣軍方最後的評判說呢 這一次大規模的中美的幾百戰機 相應的追逐當中發現呢 解放軍新一代戰機和美軍同等戰機 當然發動機呢解放軍還稍微不遜 還稍微是落後 但是呢航電系統 已經完全不輸給這個美軍的戰機 這是台灣的結論 台灣軍方說呢 現在發現呢 雙方都是密集的追逐 而且呢大規模升級 台海是非常的緊繃 而且注意到中共二十大 就呢解放軍 加大增加了戰機巡航台海的次數 最多啊 最近一天 有63架戰機出現在台海 台灣大為緊張 看看全球其他軍情電報 對美國防護新聞 已述最新的微星突免顯示 中國大陸幾方軍正在擴建 南海建立海軍基地服務局的 空軍基地 一邊更多幾方軍大型戰機 可以清除美國的美星發線 幾方軍在廣東省的 最西的空軍基地 擴建了停機並且延伸的跑道 可以共超過四十億架 幾方軍的中型戰機 和四架大型的軍機 可以同時地停住 幾方軍空軍在廣東 最西的空軍基地 全球的跑道 位於戰江市的 西北部大約32公里 而跑道已經擴建長達3500米 而戰江也是中國海軍 南海艦隊的主題 根據軍情緩的小籃部 掌握最新情緩 金方軍的南海艦隊 負責的作戰範圍 除了南海以外 還對台灣南部的 特別是台灣與 菲律賓之間的戰略海域 巴士海峽 擔負戰備警戒 一旦開戰 阻惡外敵進入進入台海 美國的衛星突免顯示 廣東最西的空軍基地 正線的第二條的跑道 位於擴建了跑道南方 長2800米基地 滑行道 從原來的18米 拓寬到了34米 一片大型的解放軍戰機 包括轟炸機 雲鼠機 魚警機 可以起陣運作 把兩個原有的大停機坪 也擴增為大約1300米差 華盛頓軍事智庫 最新的情報指出 廣東碎系的空軍基地 內有19座的強化的機堡 和一個攻紅旗球 遠程地內空防空導彈 使用的防空區域 衛星突免顯示 有三個的建築區 是加工的單要儲存設施 美國情報說 廣東的碎系的空軍基地 駐港由解放軍的 南部戰區的空六旅 它是中國大陸 綜合的是引進的 蘇35戰機 首批入役的 解放軍空軍的作戰部隊 而解放軍南部戰區的 即是空軍部隊 旗下 還有蘇30NKK的 多用途戰機 基地裡還有高空的 長航式 無真7的降龍無人機 作戰半徑 涵蓋整個南海 包括台海南部 美國聚庫的分享機 解放軍擴建了 廣東碎系的空軍基地 特地是擴建了 停機區和華行道 可以讓解放軍的 轟流轟炸機 或者1920加油機 快捷方便在這裡使用一多 而由於廣東的 這個空軍基地 也特別靠近 南海艦隊所在的戰場 立即一望軍的 南海海軍基地 提供有力的 防空銀基地 這本產機 請問報導 逐日美軍的加速大基地 11月份 部署F23戰機 每半年輪換取代 原有的F15戰機 美軍車場明年會讓 兩個長舟在沖程 加速大基地的F15戰機 編隊推移 以引擎攻擊力更強大的 美軍的F23引擎戰機 輪助當地 根據軍情況的 加速大目的最新情報 唯一流球巡島 中城中部的 加速大空軍基地 是美軍 在遠東最大基地 也是距離 台灣島最近的 美軍的基地 目前募出大約50下的 F15戰機 美軍生成 F15經濟老化 為了應對中國 與核的死 美軍在駐日的加速大基地 要募出只有引擎攻擊力的 F23戰機突顯強化 美日的軍事同盟 也試圖要強化 加速大基地成為 美軍進入台海 中海作戰的前年基地 不過美軍的太平空軍的 前副司令警告說 美軍升級在 沖繩的戰機的部署計劃 會刺激朝鮮中國和德斯 也可能會相應地採取 更為激烈的部署 和軍事行為反應 另一方面 日行亞洲報導 日本放寬允許 向亞洲國家免費提供 自衛隊二手軍備 包括坦克 導彈等進攻型的軍備 以抗扛 中國 最近情況說 日本與印度 越南 輝瑞兵等亞洲六部 簽訂 軍備和核起轉移的協議 逐步放寬 日本的軍備機會特別 加入日本卡特和導彈 日本希望將想與印度 越南輝瑞兵和亞洲國家的 軍事和安全的合作 向他們提供日本 自衛隊的軍備和技術的指導 企圖強化 共同應對中國的軍事合作 而根據軍事 沖繩朗部長最新警報 日本製造了一套警戒偵測雷達 目前正秘密在 菲律賓北部的 旅松島基地組裝 最快12月完成 日本的三菱電機攻擊 曾經秘密地 與菲律賓國防部簽署了 三套固定式雷達和一套 移動式的雷達交貨協議 日本的航空設備 相機已經密密完成 對菲律賓空軍 展開雷達使用的培訓 當中三套日本的偵測雷達 設置面向南海的 菲律賓的基地 這一共完成四套的 日本雷達可以覆蓋 菲律賓周邊的海域 向菲律賓提供 可以偵測到中國艦艇和軍機 在南海的東下 情報與日本分享 今日美國防務新聞報導 中國空軍正在不斷地 有更多的G20一星戰機 G16星戰機陸機 參與更多的戰備任務 還專門研究中國戰機的 德國軍事專家譬如說 從機身的表態 潔瓦軍的G20已經生產了4批 德國專家的成本G20戰機 前3批次分別是18家 46家 56家 第4批次有70家 加上炒量生產的 大約18家 加起來潔瓦軍 總共有大約208家的G20戰機 潔瓦軍的G16戰機生產的是 一批每批次都有24家 已經完成生產的 1245家戰機 G16戰機 2015年開始回憶 首先部署到潔瓦軍 東部戰局 強化台海 東海一線 之後G16戰機的 南部戰局 西北 和中義邊境周邊 都曾經飛巡執行任務 後來 中國在G16戰機的基礎上 研發升起了 G16D鏈子作戰飛機 台灣軍方通報說 10月上旬的一天之內 集防軍就有24下次的G16戰機 飛巡泰周邊 台灣分析者 集防軍一天就出動24下次的 G16戰機 密集飛巡的規模 顯示 第一G16已經打批了入役 集防軍的五大戰區 空軍部隊 而且配合新式的空空空 空對線 空對地導彈 重建成為 集防軍的突擊攻擊阻力 第二G1有意安排 各個戰區的空軍的戰機 輪飛輪迅到台海 東海上口 熟悉 台海的戰場環境 讓G1有個空軍部隊 熟練 協同作戰的流程 根據西區塊 我們找到最清楚吧 中國G1的 裝備的部署原則 是服役一代 試驗一代 研發一代 所有G1的G20 G16戰機不斷地入役 中國軍方肯定有 下一代戰機 正在秘密的試驗當中 也可能 就是傳言當中的 殲30戰機 相信也已經啟動了 再下一代更新式 引擎戰機的 涉及研究 國際軍事情報界 一直密切地關注 美國空戰司令部的司令 曾經公開說 重要的軍方 可能會比美軍 更快部署第六代戰機 因為中國的解放軍的戰機 已經佈出了 研發的快速軌道 美國媒體引述美軍的 情報社解放軍的 六代戰機的計劃 最早出現在了 去年2021年的 工程概念性的論文當中 並且對外發布了一張照片 最近還可以展示了相關的模型 顯示解放軍的研究進度加快 而解放軍六代戰機 可能採用 唯一的身形能夠大幅的減低 雷達的反射面積 超級的引擎 以突破高度飛行 同時美國情報社 解放軍六代戰機 也許可能是無人駕駛的戰機 除了本身的攻擊武器之外 還能夠控制指揮 周邊的無人機極具有火力 空中戰力強悍 而中國的乘飛機 可能是解放軍六代戰機的 設計單位 該公司的中設計師曾經暗示出 大陸的六代戰機 將在2035年研發完成 好 各位 提到G20戰機 G16戰機 解放軍不斷地入役 西方也強烈地關切 而且今天我們特別譬如說 中美戰機幾百下次 台海上空激烈的纏鬥 連線向美國的軍事觀察員 原先已經在美國掌握的情報 對於解放軍的G20 G16的戰機大批入役 特別台海上空 中美的追逐對峙幾百下次 美國怎麼研判的 進程的Dogfight的這種格鬥時候 G20和G16的不一定輸 G16作為有電子戰能力的 重型空流戰機來說 在這方面也是可有一波的 但是對於五代機來說 最主要的並不是尋求這種 進程的Dogfight 而是一種中遠程的 世界外的空戰 注意到了美國是強烈關注到 中國大陸解放軍的先進戰機 不斷地研發入役 特別是在台海上空 與美軍散開激烈地追逐纏鬥 說到台海呢 最近台灣軍方的智囊秘密的研究 有關台海一旦中國大陸解放軍 要出兵台海 到底有什麼前兆呢 這個最新的秘密研究當中有九大徵兆 而且台軍提到呢 這九大徵兆一旦有三項 這已經是非常緊急了 有六項 解放軍可能就要馬上出兵了 看一個片段 據台灣領導爆報導 台灣軍方的智固 已經在台軍的要求下 秘密地研討 中國大陸如果準備出兵台海 有哪些必須密切注意的前兆 台灣的智固說 解放軍出兵之前大規模的 東亞和各項準備 都是有跡可行 是國隊戰爭的範圍規模 持續時間的判斷 一般需要提前兩三個月 甚至半年一年 做充分的調動部署準備 戰前的第一大事 就是兵力集結 可以注意到解放軍地面部隊 戰車頭 公路 鐵路 大量集結到太岩線附近 戰機的航空兵力 也會在附近的機場集結 以往台灣比較關注的是 解放軍的 東部戰區的兵力集結 不過事實上 現在除了東部戰區以外 也可能是在北部戰區 中部戰區集結 再將兵力運輸到東南沿海 和解放軍的南部戰區 也會集結 重點方面 海海南端土島和南海 外敵介入 第二個前兵是解放軍 原定的年度計劃性的演習 展開 讓解放軍部隊進入整備階段 由於對戰作戰牽扯的 解放軍部隊規模非常大 一直在作戰前幾天 甚至前一兩週 解放軍部隊 勞整密集 海南的中國說 第三是武器彈鳥的產量儲量 增加 增加解放軍精準攻擊彈鳥的 產量儲量 可能會在戰前一段時間 加大在國際設廠 採購囤機關鍵的領主線 例如晶片 還有幾個軍事上 使用的非常重要的稀有軍屬 也會增加儲量 而軍工企業會加班生產 武器彈鳥 而第四是戰備物資 包括軍用的油料乾糧 醫藥物資 身處無人機等 加大儲備這些物資 大批集結到東南沿海 包括中國大陸的軍事醫護人員 從各地抽調到東南沿海 這會形成很大的交通運輸量 和相關的影像 第五在目前滿天的偵測衛星時下 以上種種跡象 包括軍機戰艦的行蹤 對海版和美日的衛星來說 都是可以被偵測被發現掌握的 海軍的智庫生成 中國大陸以深知 這些動物的跡象衛星 都可以發現 以此解放軍 更重要的是快速的行動力 提升作戰動員和機械行動的 隱密偽裝和速度 第六是資訊戰的準備 包括資訊應接機件設施的 防襲擊的保護 干擾敵方的偵察衛星 城市交通的電力燃氣 重點機構科研單位的互聯網 防侵入的重點防護 第七是中國大陸大中城市 重點戰的目標升級 標的防空保護 進入更多的 機構軍低空導彈 和進程的防空武器 大中城市 沿海城市的民眾的緊急防空 疏散的演練 立即開展 一下掩體設施開放 海外的日庫分析說 第八點是輿論戰的準備 包括對內的輿論動員 他對外的輿論引導宣傳 搶佔載輿論的主導權 全部駐外人員取消休假 職守在所在國 協調各國政策 了解各國動向 引導國際輿論 而第九是戰時 需要穩定大陸的民生的需求 包括儲備能夠保障 較長時間的 生產民生的原油需求 更重要還要囤積糧食 增加糧油採購 跨境的資本管制 和資產從海外撤回內地 這些動作 也可被示威 對台海即將用兵的預警 台湾的軍事系統分析說 以上大陸的九項的 跡象行動 如果有三到四項 就是啟動戰前動員的前兆 如果達到六或七項 就代表軍事行動 已經到齊時 即將正式展開 好 評論提到的 台灣軍方的資囊高調的研判 中國大陸解放軍 如果出兵台海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徵兆前兆 可以偵測呢 這個相應的情報大家分享 但是台灣是有變化的 連線到台灣的軍事觀察員 施孝偉 施登以內在台北掌握了情報 台灣軍方研判大陸出兵 最關切最關注的偵測方向 是什麼 例如我們講到就是 如果今天大陸要對台灣 發動海空三七聯合登陸突擊作戰 然後這個時候 他要準備的工程 以及事項非常的多 例如說他先將這個 作為兩棲突擊部隊 那個部分要開始加強的訓練 然後另外 由於對台灣的軍事作戰 會是一個非常大規模的 這個軍事行動 所以因此他也必須要 存機足夠的包含補給 以及這些軍需的物資 在大陸的東南沿海 那另外海空聯合登陸的部分 包含大陸的這個兩棲作戰艦艇 還有包含這個 跟兩棲作戰艦艇搭配的 這些戰鬥直升機 跟運輸直升機等等 都會掀起的逐漸進駐到 台灣的當面 也就是大陸東南沿海 好 這是台灣的分析 最近關於台海這個緊繃的局勢 日本卻是多次的要插上一手 日本聲稱台海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日本最新動作 是在西南沖繩 最接近台海地方 部署更多的軍備 同時要升級日本的攻擊型導彈 日本還說要強化以台灣的 軍事的勾連 看一個片段 據日本察覺性防報導 日本防衛上秘密計劃 一旦琉球衝城前導 被攻擊 將以自殺式的無人機 攻擊敵軍的登陸部隊和艦艇 日本在西南駐島的 沖繩線部署的陸海空自律兵力 是日本應對東海 台海的 直接部隊和後勤的支援基地 日本聲稱一旦台海有事 或者通過大陸 控戰東海的釣魚島 解放軍都可能率先 會對日本自衛隊 在西南沖繩一線的 導彈 無人機 雷達等軍事基地 和艦艇的軍港發動攻擊 摧毀日本部隊的 戰鬥力和救援力 日本手下的天文雄 已經多次地表明 自衛隊除了發展 攻擊敵方基地的能力以外 持續地作戰力 和強化日本的軍事基地的設施 也非常重要 方面省下要儘快地 部署更多各類型的無人機 在西南沖繩各地的軍事基地 日本說不意料地 受一個攻擊的選項 就是以自殺式的無人機群 攻擊敵方的登陸部隊和艦艇 組織對方的部隊登陸推薦 而是日本經濟新聞報導 日本的發展 從明年開始研發移動式的港口 以便當東海大海 爆發武裝衝突的時候 直到日本最對在沒有 大型港口的東海島嶼 能夠快速地部署兵力保衛 琉球西南群島 根據軍情文的選項目 找對線的情報 日本的所謂移動式的港口 有漂浮的材料製程 方便從日本的軍艦上 射載兵遠 裝備 裝甲車輛等等 有助於島嶼上僅有的小型碼頭 延伸到外海連接日本的軍艦 一旦大型的碼頭被攻擊受損 也可以用移動碼頭來補救 最新的情報說 日本的琉球島鏈 從日本的九州 延伸到台灣島附近 大多數東海太海的島鏈的島嶼 缺乏大陸的港口 日本防衛省認為 一旦台海發生戰時 琉球沖繩一線的島嶼 特別是離台灣最近的 先島去島 可能會淪為戰場 必須要精快 在與台灣最接近的 沖繩前的先島去島 實施適用移動港口提高 自衛隊的機動軍駐能力 另一方面 香港明報報導 日本防衛省公開宣布 決定日本的分階段的 提升軍事力 包括增加儲備長程導彈 和真打無人機 要在今後10年 或更短時間內擁有 應對中國有個自等國的 高超音速武器 和小型無人機的 日本的最新船空能力 日本的防衛省同時 含有的承認 自衛隊目前擁有的 階級地方導彈的 反導攔截導彈的庫存量 只有戰備所需的6成 揚言不足以應對中國的威脅 要鼓動增加日本的所謂 國防的軍費的預算 增加導彈的儲備 防衛省要為了 加強軍事力戰備的計劃 未來5年 提高日本國產的 要是第一對艦的 軍艦導彈射程 特別是加強往的延伸射程 達到1000公里 可以威脅攻擊到中國與朝鮮的 內陸目標增進 盡快地研發日本的 高超音速導彈 日本防衛省還要採購 更多的攻擊無人機 達到戰時可以同時 控制大量多用途的 攻擊無人機 日本政府希望形成構建 要有1500米的軍艦程導彈 擁有打擊敵方機避能力強化 日本的所謂反擊能力讓敵方 攻擊日本的手有所不盡 日本防衛省說 遠攻導彈核武人機 是日本今後軍事力的關鍵 日本的官員承認 採用尖端技術的反彈道導彈的成本 越來越貴 而日本採購彈藥的預算 30年來沒有增加 而這一島是目前 可供追擊敵方導彈的 四個隊攔截導彈的庫囤 不足所需的六場 日本是第一局 盡快改善目前增加導彈的預算 否則無法應對 中國朝鮮核的敵方的飽和攻擊 日本時報的評論指出 日本官方故意披露 估計的導彈存量不足的做法 相當的罕見 現場日本軍費預算嚴重的不足 未來幾年 日本軍費將要整整提升兩倍 好 現在提到日本 連串最新的軍事動作的部署 包括在沖城西南駐島一線 連伸到台海部署更多的導彈 包括攻擊的無人機 還有移動港口 都是針對台海進入台海的 稍後回來聽聽台灣和日本的分析 還要關注一下中央軍美高層提到 中國要發展戰略威懾的武器 全天候威懾 敵人怕什麼 就重點研發什麼 到底是什麼 稍後回來分析 回到軍警官的史本周關注焦點呢 日本為了進入台海東海呢 更多的軍事動作和部署 主要增加導彈 增加自殺式的無人機啊 今天請到台灣的事實上 有與日本的毛鋒共同來分析 先問一下毛鋒 已經在日本掌握了情報 日本特別強化西南駐島沖城一線 介入台海的裝備升級 有什麼最新的內幕 日本之所以要這麼積極的推進 它的西南島嶼的軍事要塞化 從戰略意義上來說 因為這些島嶼 都是中國進出西太平洋的重要通道 那麼隨著中國軍事的崛起 日本把中國視為潛在的假想敵 所以從戰略層面上面 它必須要牽制中國 所以必須要強化西南島嶼的 那麼一些軍事的部署 好 問一下台灣的施校委 日本現在強化西南駐島 延伸到台海的軍力的部署 以您在台北掌握的情報 台灣軍方作何呼應和配合呢 對於台灣來說 台灣其實長期以往 跟日方有非常多的 包含情報交換的這樣一個工作 藉由這些情報的交換 台灣其實可以從日方獲得 一些陸方在周邊活動的 這樣一個訊息 同樣的台灣也會審慎的 以及利用這些大陸的基建 在日本的西南諸島周邊 活動的這樣一個資訊 去研理跟籌劃 台灣在東部方面的防衛 好 問一下日本的毛鳳 您在東京掌握了情報 現在日本要強化軍力 增加導彈 特別要增加軍費 針對中國 針對台海 但日本國內有七成的人 反對介入台海 您怎麼研判 我們可以看到日本國民 對於日本迅速 或者說不斷地強化激增軍費 那個反對的聲浪 確實也是不少的 但是這幾年來 確實我們看到 日本的和平聲浪越來越小 好 謝謝兩位分析 本週的焦點 日本連串的軍事動作 包括未來要增加兩倍的軍費 增加日本攻擊型的長程的導彈 威脅到中國朝鮮 另外還要針對台海 有更多的西南方向的部署 這個話題密切的關注 本週另外的焦點 我們注意到外媒都相當的關切 中國軍方的高層 高調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 提到中國的軍力 未來解放軍建軍百年的 現代化當中特別提到 要發展全域 全時空 全時候的戰略威懾力 你特別提到敵人害怕什麼 就重點研發什麼進入軍情互動 回應一下軍事官的是網友的問題 大家注意到軍事外面 就關注到中國軍方的高層 公開發表的文章提到 建軍百年的征程上解放軍重點 發展戰略威懾體系 非對稱的戰略威脅同時提到 敵人怕什麼就要重點的發展什麼 連線向美國的軍事觀察員袁卓健 袁卓健已經在美國掌握的情報 美國怎麼研判 這個發出來的強烈的信號 美國會怕什麼武器嗎 這個倒不是說像核武器 這種毀滅性武器的這種害怕 而是說一種戰術戰法裝備的 性能 新型態的那種 新思維的這種所謂的害怕吧 比如說你超高音速武器就是一種 因為美國它花了無數的金錢 打造的這個戰區也好 區域也好 全球也好的 這個導彈防禦系統 在超高音速導彈面前 都是都成了一堆廢紙 就毫無用數 這個就是它所害怕的東西 最近中國大陸的解放軍高調地公佈 解放軍第三艘的 075的兩棲大型的攻擊艦 安徽艦正式地入列 而且在海上打開實戰的演訓 這解放軍第三艘 一連半之內的第三艘的兩棲攻擊艦 它每一艘可以帶30架的直升機 30多輛的兩棲的戰車坦克 還可以帶兩棲攻擊相應的士兵 同時作為大型的登陸載具 是有效的搶攤登陸 未來解放軍可能打造 6到8艘節目最後 看看相關的畫面 以上軍事關大使 下週三 我們再見 明天丛